而炎炎夏日如何过一个寓教于恶的暑假呢 东西文特别走返了南加州知名的游艇公司 带着观众朋友体验与众不同的观金游 请看东森新闻记者杨平俊的独家报导 夏天的时候出海观金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 相较于华人熟悉的Newport Beach 今天我们来到了Dana Palm 在这里体验一个别具欲格的观金游 船还没开出码头就有一只小灰金出现在海边 引发不少游客集中的赶紧拍照 而船还没有出港就看到鲸鱼如此罕见的情况 不只东森新闻直击 船长也马上解释原因 船一出海我们就可以精细地放到很多海 只能跟我们相买让我们惊喜不已 更重要的是这次让我们真的体验到什么叫 乘风破浪 一路向前全速前进 四周还伴着不计其数的海豚 不时跳出海面 仿佛要和我们来一场海上的晋级大赛 靠着南加州得天独厚的优越环境 已经成为海豚的最佳游乐园 这地方是...在西方加州存在 这地方没很漂亮的海豚 该是史上海豚的 海豚游乐园 预览 它是很清晰的地方 我們有年來的蝴蝶和蝴蝶 我們有黑蝴蝶 在冬季中 我們有黑蝴蝶 有約20,000黑蝴蝶 在冬季中 我們有黑蝴蝶 在冬季中 在冬季中 最快找到最佳位置 觀賞奇妙的海洋生物 船上不僅設施一英俱全 更有獨家私房觀景窗 首次亮相 這艘船上最大的特點 就是有一個水下的觀景台 可以像記者這樣的體驗 獨一無二的體驗 非常非常的棒 另類的水下景觀設計 猶如化身水中的魚兒 常游在這片與鯨魚、海豚 一起的大海當中 各種滋味 唯有親自體會才會知道 這非常有趣 我喜歡風和水 有很多野生物 這是一個好日子 我已經在冬季中 在冬季中 我從來沒有做過這個 所以很棒 我覺得大家都應該做這個 我們前面看到一隻蝴蝶 我們看到一隻蝴蝶 我們看到一隻蝴蝶 所以這是很有趣的事情 大家都應該嘗嘗 風火日曆的好天氣 加上海豚跟鯨魚相伴的時光 絕對是夏日非常不錯的體驗 以上是有多多新聞 李宗堯、楊平俊、洛杉磯 採訪報導